我們最後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WebDuno的雲端平台 那這個是需要註冊的 你也可以用Google帳號或者一般的Email註冊 那它會寄逢認證信給您 那您進去之後呢它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呢就是右手邊的裝置管理 也就是說以後它還做一個鎖定的動作 現在我如果知道你的裝置名稱 你可以用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對不對 所以這樣有安全性的問題 那在這邊可以做裝置的認證 如果你認證過之後別人就不能把你拿去 只是它目前沒有鎖住 沒有鎖住 但是這個以後會增加出來 還有就是說你要做更新 韌體的更新它有推出新功能 韌體更新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做 那西木程式當然在這邊它就會有更完整 更完整的 像我現在登錄進來之後 會跟之前各位再用就一定很不一樣 它在這邊要先新增檔案 新增檔案 像新增一個檔案 比如說TEST 新增 新增 變好之後你才進去裡面 這樣子 你就會看到各位熟悉的畫面 有沒有不一樣 那在這裡做呢 它只要有變更就會自動存檔 有變更就會自動 那我們看一下 左手邊有沒有發現 跟我們現在的BLOCK很像 只是元件會多很多 你看 這裡有沒有多出 LCD全載 然後呢 環境偵測 還有什麼 PM2.5 無線的 這邊 RFID GPS都有 重點 我們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資料庫多一個試算表 就在這邊 那您如果要做那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把溫濕度記錄下來 您必須要先在您的這裡 先增加一個什麼 試算表 好 我就在這邊增加 好 增加完之後 比如說我這個是日期 時間 溫度 濕度 好 假設有四個欄位 那重點是這個檔案的權限 我先存檔 好 這個檔案的權限 預設只能看而已 不能改 所以你一定要變成什麼 一定要變成可以寫入的 就是編輯的 因為這樣子 WebDuno才有辦法 把資料寫進去 好 這樣 儲存 共用連結 我把它複製起來 就是這一段 這段要複製起來 待會我們就把它寫進來 那現在呢 我回到這邊來 回到這裡來 我很快的把剛剛我的那個 我就用這個 LGOA 好 然後呢 我有一個溫濕度 環境的溫濕度 好 我這邊接在 05 等一下 我這邊是用Smart 好的 好的 那現在呢 我要把它偵測一下 這裡我都收起來 溫濕度 偵測一下 在這裡 右手邊 一樣 我把這裡打開 顯示出來 顯示 我就做一個 這邊 這邊 我把字串丟出來 好 我總共需要四個 溫度 濕度 現在日期 現在時間 四個 那哪裡有現在日期跟時間 在進階裡面 控制台 有沒有 現在日期跟時間 您就不用自己再去寫程式抓了 現在時間 然後呢 抓到的 環境 溫度 濕度 這樣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先Play一下 確認一下 這都跟剛剛一樣 這樣都出來了 對不對 沒有換行而已 但是沒關係 在後面 這裡有 對不對 好 那現在要把它寫進去 怎麼寫進去 您看 資料庫這裡 Google試算表 有這幾個 第一個動作 要先把 剛剛我們不是有 建立一個嗎 那一個的網址要貼進來 就在這邊 那 哪一個工作表 預設我們的工作表 都跟什麼 Excel一樣 是不是叫工作表1 所以這邊 如果你沒有變 這邊就不用改 工作表1 好 我載入了 現在 就真的要把它寫進去囉 就從這裡啦 我是不是要寫進去四個欄位 所以兩個不夠 再增加 三個 四個 一家 my data就是上面這個叫my data 所以我要寫什麼 就是這幾個啊 日期 時間 溫度 濕度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 拔累一下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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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會跳過 好你看喔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有比較快吧 你是不是就少了 我們以前可能要學資料庫西口魚吧 那你在這邊可不可以把它變成圖表 當然可以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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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增加啊 對 對 老師就發現說 這個確實對我們相對來講是方便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因為webduno的特性是什麼 網頁要執行啊 你這網頁不執行就沒了吧 嘿嘿嘿 所以關機就 對 所以如果說您要持續 長一點時間的 你變成要有一台server 去執行這個程式 或者現在有的人用什麼 樹莓派 因為那個比較 整便嘛 就又比較便宜 他用樹莓派去開著 也有這樣用 啊變成你要自己再去裝一下 所以說樹莓派開這個 開這個頁面啊 因為他也可以裝Windows 也可以裝Dinos啊 那webduno本身就是網頁嘛 所以他只要有那個 基本的作業系統的環境起來了 就可以執行啊 所以他的缺點 就是 你網頁要開著 不然就是你自己要 自己建一個 server 所謂的server就是 webduno這樣的server 你把你的程式 丟到上面去執行 可是這個對一般 用事來講是相對比較難 所以開網頁是比較容易的 哈哈哈哈 不能 他這個是 電視遷入式的概念 那他不能夠寫好之後 就讓他自己任何謀謀的 他目前有開發一部分 一部分 但是那個就不是他最主要的 而且你要改他的韌體 那個部分反而是 Arduino 比較適合的 因為Arduino專長 就是我燒在裡面 我就該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 你要做互動不容易 對不對 你要聯網 要跟裝置間互動 就沒像他是網頁的這個特性 所以我覺得說 不是說我們用的 Webduno Arduino就不能用 而是要看老師要用在哪裡 Webduno比較強的是在互動性的地方 對對對 OK 所以把這個補完 這樣大家就會發現 各有優缺啦 我們就看到時候選擇哪一個這樣 哈哈哈